糖化血液素整體來講 從5.9降到5.1 用了35天的時間 然後最不可思議最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35天當中 我一次的低血糖都沒有發生過 你好我是順子 這一集影片來跟你分享一下 我使用美噸內胰島素Bump 780G 還有他的連續血糖監測 Guardian 4 這兩個結合起來的使用心得分享 那我使用的時間總共是35天 從5月10號到6月14號 那這個是參加醫生的一個計畫 所以有這樣一個時間 那有做前側跟後側的比較 那我剛開始的時候 糖化血液素是5.9 那麼在使用這套Bump系統之後 糖化血液素在20天之後降到5.3 那後面的15天又降到了5.1 糖化血液素整體來講 從5.9降到5.1 用了35天的時間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很棒 因為我的糖化血液素其實已經很少 沒有出現過5.1這麼好的一個數據了 我先做個使用心得的總結 總共就是3點 好用、方便、有夠貴 那什麼是胰島素Bump呢 簡單的說 它就是一台小小的機器 那裡面有這個胰島素 所以它可以透過手動或者是自動的方式 用這個胰島素Bump 把胰島素輸入到體內 完成這樣一個胰島素治療的一個動作 好這邊有個碳水嘛對不對 點進去就一直往上按 我們要輸入30顆的碳水 Enter 確定 好在這邊開始注入胰島素了 那現在血糖是118 現在沒辦法 你可以看到下午的血糖都很平整 因為它有用這個AI模式 在高血糖的時候呢 自動注入胰島素去平衡血糖值 用就好了 不用打針 不用測手指頭的血糖 這一套的這個Bump 都完整的監測血糖 又能夠自動的輸注胰島素進去 用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不用像過去一樣 我們用筆針或者是空針 再注射胰島素 對於一些怕打針怕痛的人來講 胰島素Bump就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像我這樣的低型糖糖病友 那我們都是一天多針的治療 一針的基礎胰島素 然後配合三餐的餐食胰島素 有時候你吃點心呢 還要再另外再打一針 所以呢 像我們這樣的多針治療方式呢 一天都至少在四針以上 這樣的一個打針的方式 那用胰島素Bump就不用每天要打這麼多針 那胰島素Bump使用的是素效胰島素 也就是說呢 我們就不用再另外打基礎胰島素 基礎胰島素就不用打 因為這個胰島素Bump呢 它會慢慢的用很小量的微量的劑量 把這個素效胰島素打進去體內 取代這個打基礎胰島素這一針 所以用胰島素Bump 出門就不用帶很多的一些 像過去的這些針頭啊 胰島素啊 筆針這些這麼多的工具 在外出上來講就會比較方便 第二個好處就是在於說 有時候我們想要吃一些點心啊 美食啊甜食這些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按一下這個Bump上的機器 輸入碳水化合物的克數 完成這樣的一個 輸入住胰島素的動作 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吃美食 就不用像過去打針的方式 就多打一針 然後有時候技樣來講 可能也不是那麼好拿捏 好現在是晚上的9點44分 那我想要來吃一包餅乾 這包餅乾的碳水呢 是13.1公克 那我們就是來Bump上面操作一下 按幾個按鈕就可以了 這邊碳水嘛 就把它輸入到13.1克 13克 那他就會慢慢把這個 胰島素的劑量呢 慢慢把它透過這個管線 就會打到體內 打入到體內 780G呢 是升級版的胰島素Bump 它已經是AI化的一個智慧型Bump 那結合這個Guardian 4 連續血糖監測呢 它就像是一個人工胰臟一樣 會自動的調整胰島素的劑量 在你的血糖超過一個目標值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的輸入胰島素進去 把這個血糖給壓下來 然後呢 在你血糖穩定的時候呢 它就會停止輸入劑量 像我就很愛吃餅乾嘛 過去我吃餅乾就是 我會看那個碳水的克數 然後再去打一針 可是有時候你只想吃幾塊 解解嘗一下 那吃這幾塊你就會想說 那到底要不要再多打一針 那這個劑量有時候很難拿捏 那使用這個780G這個Bump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吃的量不會很多 所以這個Bump它可以自動偵測血糖 然後自動的把微量的胰島素打進去 也就是說呢 我不用再去按那個克數 透過這個AI的這個智慧型的Bump 它去計算 它要需要我吃多少的碳水 我吃多少的餅乾 它會去計算我需要多少的胰島素的劑量 它會自動的輸出進去 我就不用手動再去按那個 那個克數 碳水克數 所以 吃一些少量碳水的 或者是低碳水的這些飲食 不用再去按 輸入這個碳水克數 然後這個Bump有高血糖 跟低血糖的警報提醒 當血糖超過一個目標值以上的時候 它就會發出警報 當血糖低於70一下時候 它一樣會發出個警報 來提醒使用者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說 血糖好像會過高或者是過低 那低血糖的預設值是70 那高血糖的預設值是180 那這個部分你當然可以手動再去做調整 如果說你覺得警報聲很吵 像有時候水腳不想被吵醒的話 就是可以把它關掉 或是關成靜音 這個部分是可以做設定的 然後當你在開車的時候 特別是開長途車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血糖會過高 所以我在開長途車的時候 我就很放心了 因為像我過去在開高速公路 長途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我現在血糖不曉得是多少 那有時候我會一邊開車 一邊喝飲料 吃點零食餅乾這些 但是我在開車不太可能說 然後你還去測血糖 或者是開車打一道樹 不太可能 那旁邊其實也不太敢幫你做這些事情 所以變成有時候就是想了一下 就找個休息站 或者是下交流道 測一下血糖 如果過高 打一針 那如果是低血糖 又要趕快喝一點飲料 那有時候就是你會覺得 不是很方便 那用這套系統來講 我會覺得 在開車這一塊來講 我覺得就很方便 不用擔心會有高血糖低血糖的問題 然後最不可思議 最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35天當中 我一次的低血糖都沒有發生過 沒有發生過低血糖 在這35天當中 如果你是低型的 或者是你有在打這個 胰島樹的你就會知道 其實 可能偶爾幾天就會發生一次低血糖 但是呢 居然在這35天一次低血糖都沒有 那個血糖非常的漂亮 因為你使用這套系統的時候 在低血糖的時候 它會停止輸注胰島樹進去 避免讓你發生低血糖 幫你血糖踩煞車就對了 不會讓它再低下去 即便是你的糖類 或是這個碳水化物 你的客數你估錯了 那這個系統也會去自動幫你做調整 不會因為說我 我那個客數多暗了 然後那個血糖就會低下去 它這套系統會自動幫你骰煞車 那過去我高血糖的時候 我就是會再多打一針 就是再打幾個單位 把血糖壓下來 那有時候我們就會 多打的那個量可能又過多了 那有些糖類朋友 他就會多打那個量 多打了或是次數也多打之後 反而會造成低血糖 那用這套系統 他就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他會去調整那個激樣就對了 他的好處就在於說 他會去計算說 之前我們按的那個碳水顆數的劑量下去 剩餘的量有多少 他會去計算 也就是說即便在高血糖的時候 我們再多追加的時候 他會去扣掉之前已經輸出進去的那個劑量 他會直接去調整 然後這樣的好處就是可以避免 你胰島素不斷的追加不斷的堆疊造成低血糖 然後你目前的血糖值 你可以透過幫浦上面的螢幕 就可以看到即時的血糖值 那也可以透過手機的APP上面去觀看 你現在的血糖值是多少 那像亞培就每次都要改印一下 你才知道那個血糖值是多少 第二代的亞培 Freestyle這個 那每對於這套血糖就不用 因為他會自動的把數據傳輸到幫浦上面 那在使用胰島素這二十幾年當中 其實都有發生過 有時候外出忘記帶胰島素 忘記帶血糖機的 就難免啦 那用幫浦呢 因為他是在我們身上 所以你不可能會忘記說 我忘記帶幫浦出門 基本上是不會的 因為你佩戴在身上 那因為他同時又可以監測血糖 所以基本上你不會說 我今天忘記帶血糖機 不曉得現在血糖值多少 就避免掉這種問題的發生 那如果忘記帶胰島素出門的話 那一天我就會很尷尬 因為我就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吃 那我要吃什麼 我就會陷入這種的選擇障礙當中 吃一點比較不勝血糖的東西 可是有時候就是還是會有些 尷尬或是麻煩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有時候在 你忘東忘記就是會有這種困擾 那這個幫浦裡面 它有個基礎胰島素肌量的設定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我們人體一天當中的基礎胰島素 它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不變的 它是會依據你不同的時段 比如說你睡覺運動工作 幾種的情況下 它會所需要的基礎胰島素的肌量是不同的 那這套美鈴烈的幫浦 你可以根據不同的時段 去做不同的肌量的設定 所以是蠻人性化的 那這個780G幫浦 它的胰島素輸注的肌量 最小的單位是0.025U 非常非常的小 在對我們控膛上來講 會有很好的一個幫助 不然像我用的筆針 它最小的單位是0.5U 那有時候你吃一些東西 可能也達不到0.5U的這樣一個肌量 那你要打嗎還是不打呢 就是會有這種抉擇上的一個問題 那Bumbu它可以做到比較精確 比較精細的一個胰島素的輸注 然後在安裝這個胰島素 這些書衣套件的時候 像打在肚子上 打在屁股上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覺得痛 看見你的手指頭是比較進去的 用比較尖的 1 2 3 好 然後這是退針 黏住的嗎 現在可以退針 直接拉出來 那針就這樣 對於一些怕痛的來講 其實你不用太去擔心 打下去會很痛 然後雖然跟軟針 這個埋在皮下組織這邊 但是我們在活動啊 各種動作上來講 也不會覺得說 有這根軟針 好像你會覺得很不舒服很卡 並不會有這種感覺 然後像Bumbu的這個書衣套件 還有包含這個Guardian Fold 這個CGN的貼片 它都是有防水的 所以不管是在洗澡 游泳 或是做一些水上活動的時候呢 你不用擔心這個水會去 破壞到這個儀器 拿這個防水蓋 把它安裝上去 這樣子 這樣就防水了 然後所有的這些檢測的數據啊 你可以從App裡面去看到 也可以在電腦的網頁上面 裡面去看到完整的一份報告 那可以跟衛教師醫生做討論 那如果你要做一些比較長時間的運動 不管是打球啦 跑步這些 你可以在運動前的一到兩個小時 把這個SmartGuard裡面 有一個臨時目標這個功能把它開啟 這樣做的好處是在於 你可以避免在運動過程當中發生低血糖 然後講到這個順便講到 就是說你在運動啊 或是洗澡的時候 你是可以把這個Bumbu 暫時的把它取下來 把它拿下來 然後等你運動完洗完澡 再把它裝回去 只要把那個防水套 防水的蓋把它裝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M3L的這個G4 這個連續血量檢測椅 它的準確度是夠的 所以後來我就很少再去比對 那有時候這個Bumbu機器呢 會提醒你要去測一下血糖 要去做一下這個血糖的校正 那你再把這個血糖機的這個 血糖數據呢 把它輸入到Bumbu裡面去 那它就會自己做一個校正的動作 好接下來要講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或是做一些提醒 第一個 有些人用這個胰島素Bumbu 這些貼膠帶膠布這些 有的人他的皮膚會有過敏的現象 會紅啊會癢這些 那我自己的是在這個皮膚 右邊那個肚子這邊呢 我有發生過這個膠帶撕下來之後呢 就紅紅一塊 而且會癢 那當然沒有嚴重到潰爛 就是說會會 你就覺得會癢 然後後來就 後來我就只好去 藥局買個過敏藥膏來擦一擦 那就比較好 那像這種過敏的地方 會紅的地方 你就等它稍微 你就等它退了之後呢 你再重新的再去這個地方 這個部位做安裝的動作 避開這些已經紅已經癢的地方 再就是這個舒逸套件的管線 你要注意 這個管線你不要去拉扯到 不要扯斷 所以在一些日常的行動當中 你不能穿衣服啦 一些行動過程當中 就要小心一下 不要讓這個線被扯到扯斷 那像我就後來就用一個腰包 把這個胰島素跟這個線 把它放在腰包裡面 放在身上 這樣我就覺得方便很多 不然每次在那邊脫褲子 就覺得很怕那個線去扯到 然後那個線你不要讓它去折到 當這個線折到的時候 這一套的管線 這一套的耗材就爆銷了 因為當你折到的時候 醫療素是輸不過去的 那當醫療素無法進行輸注的時候 被堵住的時候 這個機器它會發出警報 告訴你說這個有問題 眼睛有問題 那這樣的一套耗材 就必須要丟掉 要更換一套新的這個 書液套件 那所有更換這個書液套件 這些動作呢 要自己完成 當然剛開始那個醫生會教 但是就是要把它學會 因為你不可能每次 換這些套件的時候 你都要跑去醫院 請醫生重新幫你換 要把它學會 那這個醫療素 幫僕這個書液套件 是三到四天換一次 也就是一個禮拜要換兩次 那你要覺得自己換 那其實就是摸一下熟悉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做了幾次 你就很熟悉這個 這個怎麼去更換 那包含抽這個醫療素的藥 這些就是把它學起來 另外就是說 不是有了醫療素幫僕之後 你原來的這些筆針 空針就可以不用用了 你還是要把這些空針筆 原來的醫療素瓶裝的這些 或者是筆針 你還是要背著一套 放在家裡面 因為這個醫療素幫僕 也許會有故障的時候 這個都會發生過 那當這個機器故障的時候 你就還是要用原來的筆針來打 來注射 那就是趕快的把這個 故障的情況跟廠商通知 那他們廠商會來做一個處理的動作 然後這套醫療素幫僕 是建議7歲以上的人 才比較適合來使用 年紀太小就不太方便 然後這個醫療素幫僕 它裡面是有一顆3號電池的 那當快沒有電的時候 這個機器也會發出警報 你就是趕快的去換電池 那他只限用碱性電池 那換這個電池很快 也很簡單 另外就是要注意 那個醫療素剩餘的藥量 還剩多少 當你的藥量過低的時候 你會發出警報 來提醒你 該換這個胰島素套件 所以我們在抽胰島素的時候 把胰島素抽進這個幫僕裡面的時候 那個量你要稍微多抓一點 不要抓得剛剛好 多抓一些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像我有時候會多吃嘛 就是有時候 你就去大餐 或是想要喝什麼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需要更多的醫療素 所以這個儲藥桶的醫療素的劑量 要多抓一些 預留多一些這樣 那當三天 四天到了要更換的時候 這個剩餘的儲藥桶裡面的醫療素 是沒有辦法再使用的 它就必須丟掉 然後這套系統跟手機的傳輸 是使用藍牙傳輸資料的 所以會比較耗電一點 然後有人問到說 那天氣這麼熱 太陽這麼大 氣溫這麼高 如果要知道 胰島素幫佈配帶在身上 這個胰島素會不會壞掉 其實在我這35天的過程當中 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還是一樣有到戶外去 一樣都是台灣很高溫的環境 三十幾度的都有 但是沒有發生過 這個胰島素壞掉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 因為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人體不會長時間 待在一個密閉的高溫的環境之下 在車內的話 通常上車就會開冷氣 你只要不要讓自己長時間的 待在一個很高溫的環境之下 密閉的高溫環境之下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是這樣子 那我想應該也不太會 你把自己關在一個 那麼熱的一個地方 讓自己熱爆 所以這一點來講 應該是不至於 那如果說真的發生說 怎麼好像胰島素有問題 那也許是 這隻胰島素 在沒有裝進Bump之前 它可能就已經出問題了 也許是 那這個有說很難講 然後有人問到說 Bump跟這個 連續血量監測 這個G4 是不是可以分開來使用 答案是可以的 就是說 我只想用Bump的話 那我就可以使用Bump 我想要用這個G4 來做連續血量監測的話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只有使用780G Bump的話 那它這部分就沒有AI化的這個 自動輸入胰島素的功能 就沒有 因為它沒有搭配連續血量監測 所以沒辦法去做胰島素劑量的調整 那你也可以只使用這個G4 來做連續血量監測 那一樣可以透過手機 來看到你整天的血量變化 這個是都可以的 那胰島素Bump 基本上是針對第一型糖尿病友來設計來使用的 那如果說是第二型糖尿病友 當你的藥物已經沒辦法控制 已經要使用胰島素治療的話 或者是已經需要多針胰島素治療的話 那你一樣可以使用這個胰島素Bump 接下來講一下費用 我想這也是很多人很想知道的 到底要花多少錢 首先是在健保這部分 它是沒有給付胰島素Bump 跟這些耗材的 是沒有的 都是用自費的方式 那我這35天用到的這些耗材機器 就是這麼一大箱 這一箱是美頓利Bump 這個是Bump 感覺很多東西 這個是書一套 三到四天更換一次 說明書 這個是管路 三到四天更換一次 但東西很多 這個是Sensor CGM的Sensor 這個也是Sensor 那Bump 那Bump 現在在我身上 那這個Bump 再加這些耗材 一個月 大約是台幣30萬 30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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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有花到30萬台幣 這麼多嗎 事實上是沒有的 但是具體的 這個詳細的費用 我就不方便在這邊透露 請你跟你的這個主治醫生 跟他詢問 跟他做個討論 他應該有些辦法 可以讓你不用花到這麼多的錢 然後這個 胰島素Bump 它的保固是4年 然後這個Guardian 4 連續血量 這個是保固是1年 那有哪些醫院 有提供胰島素Bump 的安裝呢 在台灣以外的地區 我不是很清楚 那在台灣呢 只有部分的醫學中心 這樣的醫院等級 它有這樣的個胰島素Bump 的安裝 不是所有的醫學中心都有 只有部分 那區域醫院 以及地區醫院 還有基層診所 它就沒有提供 這樣胰島素的安裝 以及使用教育 就沒有 那有幾家診所比較特別 因為他們是糖尿病專科診所 專門看了糖尿病的啦 這樣的專科診所 他們有胰島素Bump的這個 安裝跟使用教學教育 但是你就是要問一下 要問一下 如果你想使用這套胰島素Bump 但是你又不曉得自己用的 習不習慣 順不順手 皮膚會不會過敏 等等的這些問題 你可以問一下有沒有那個試用機 讓你試戴一下 也許一個禮拜 這樣的一個體驗 然後你去用看看 如果你覺得可以 那你再去購買新的機器 目前全世界有幾家的藥廠 他們是有做這個胰島素Bump 那台灣目前是只有 Metronic這麼一家而已 所以基本上在台灣 沒有其他的選擇 如果你口袋夠深 經濟上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又想要把血糖控制好 飲食上來想 又希望比較有彈性一點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那麼你是可以認真的考慮一下 這個胰島素Bump 我覺得它真的是很方便 最後做個提醒 胰島素Bump 雖然很好用很方便 但是它也不是萬能的 它只是類人工儀仗 在碳水化物的這個 刻數的計算上面 還是要自己手動的去輸入這個刻數 如果你估錯了 計算錯了 高碳水的食物你少算了 那會造成高血糖 雖然這個Bump 這個已經可以AI的去輸入 幫你輸入劑量下去 但是已經產生高血糖 所以像這種胰島素Bump 它就是協助我們在控制血糖 上來講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但是自己在估算糖類 估算碳水化物的這個分數 刻數上面來講 自己還是要有這個能力的 那區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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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又要老死了 那區域醫院 以及地區醫院 還有診所 他就沒有提供這樣的 或許醫院 處理科學文 區域 區域醫院